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要注意一个少食多餐 泡脚作为我们经常采用的养生手段 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呢 泡脚水的温度不是越高越好 时间也不要太长 利用药酒进行养生的话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应该在这个医生指导下去运用 不建议大家自行制作这种药酒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 对于养生保健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然而盲目养生 却让很多人陷入养生的误区 不仅不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 反而会伤害我们的健康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在样科学的养生呢 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 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 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二十集 生活处处有中医 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上一集当中呢 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女子 她的生理病例的一些特点 而且呢 也介绍了几个这个美容的小的方药 实际上呢 就养生而言呀 不仅仅是这些小的方药 其实它设计的面很广的 一个总的原则是什么呢 是法于阴阳合一数数 其中合一数数当中啊 这个数数指的就是很多的养生方法 包括我们一些什么精神调摄呀 什么运动养生啊 通过饮食来养生啊 我们作息呀怎么去调整啊 等等方方面面 当然了 对于这些养生方法 我们应该合理的去运用 所以这一集当中呢 我们就谈一谈这方面的话题 首先呢 我想谈一谈什么呢 我们的养生啊 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些人的误解 也有一些误区 我在这里主要谈谈这一个话题 世界上啊 有很多长寿老人 而且这些长寿老人啊 都有很多自己的长寿秘诀 而一旦这些长寿秘诀公布以后啊 很多人都怎么样呢 都去争相模仿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 你看到某些休闲区 到宫园里 你看看那些锻炼的一些老人家 有的怎么样呢 有撞树的 有那些怎么样 跺脚的 有拍手的 有拍自己身体 叫做拍打经络的 等等 还有什么甩手的 有很多种方法 而且呢 有的人呢 还怎么样呢 回到家里头 晚上还要继续套脚 继续练功等等 方法是五花八门 我说这些方法呀 一定要适合自己的情况 你如果不适合自己情况呢 可能就成了一个什么 治病的这么一个因素了 我在这里呢 简单的举这么几个例子 一个就是食疗 大家都说 药补不如食补 所以现在也很多人 开始追求一种什么呀 叫做药膳 通过食来补自己的身体 而且我们现在也有一种什么 叫做药食同源 也有这么一个目录 说有些药物啊 既是药物 也是食物 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啊 就可以去用它 其实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有许多人呢 怎么样呢 在食上 特别重视 是不是加一些 药食两拥的 这样的东西呢 就能更好一点呢 我们讲啊 实际上啊 这个也是应该要注意的 虽然它是一个 药食两用的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说 吃点药膳 说吃点药膳 也不说什么人 都可以吃着药膳 吃着药膳 你也得看这个药膳 到底是什么 也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食补 我们应该补些什么 这个也应该是因人而异的 我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啊 应该说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一个西北汉子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 他因为工作关系 一直在哪工作啊 在广东工作 那就说 有几年他一直在广东 广东啊 大家都知道 有这么一个习惯 大家喜欢怎么样 喜欢煲汤 所以煲汤啊 里边就搁点什么 身 鳍 这些东西 就放里头了 跟那个绕瓦一起炖 炖蛮了一喝 觉得挺舒服的 我这位朋友呢 到那儿呢 也开始煲汤喝 结果用了几年以后呢 感觉也挺好 挺舒服的 最近一段时间呢 他从广东啊 回到了西北 到西北以后呢 他这个生活习惯呢 却没有去掉 回来继续弄砂锅 继续来煲汤喝 结果出现一些什么情况 最近就出现了 口干呀 口苦啊 那个嘴上经常起泡 比较难受 我讲这个例子 说明一个什么呢 在《易法方易论》当中 有这么一段话 说黄帝问呀 医治治病也 疑病而治不同 皆愈何也 齐伯就回答了 说地势使然也 说呀 实际上是一种病 而治疗啊 却不一样 这个病都能好 什么原因呢 齐伯回答什么呀 是地势使然也 也就是说由于地理环境不一样 使用的治疗方法不一样 所以虽然病是一个 但是都能够治愈 这也就是中医所谓的因地止疑 这么一种理念 也就是说由于地理环境不一样 气候条件不一样 人的体质不一样 所以用药也是应该有区别的 所以广东的这个习惯 煲汤是可以的 吃点温补制品也是可以的 它不上火 而到西北方 可能就怎么样呢 可能就上火了 因此我们说啊 运用这种食疗 也是要注意的 要注意这个食疗跟当地地理环境的 这么一种对应关系 说到这儿 实际上呢 也是说我们什么季节 可能吃一点什么 这是比较合适的 你反季节还吃这个东西 是不是好呢 我也请大家思考一点 我觉得还是应该顺其自然 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 比较好 那种反季节的水果啊 食物啊 还是尽量少吃 微妙 在《黄帝内经》当中啊 也提到这样的问题 说毒药啊 是宫节的 就是偏性比较大的呀 我们食物呢 它提出这么一个原则 五谷为养 五果为柱 五畜为义 五菜为冲 七味何而服之 以补经义气 这实际上在谈一个什么问题啊 我们说药跟食物 二则有点区别没有 有区别 药物偏性更大一点 而且有的药物确实是有毒性的 那就不是偏性了 而是真正的毒性了 而食物呢 是没有那个毒性的 但是食物呢 也是有点偏性的 只不过它的偏性 比你那个药的偏性 怎么样 要小一些 所以古人主张呢 你用一些食物 而且提出来了 这些食物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砸合着来吃 才能够不经意气 在《黄地内经》当中提到 久而增气 物质长野 气增而久 腰之油野 什么意思呢 即使你偏性小的这些食物也好 你如果长期的去吃它 它就会变换成我们身上的吸血了嘛 但时间太长了 那怎么样呢 那就会可能成为祸害了 所以我们也提倡 就食物来讲 我们不要太偏视 说我就按着这种食物使劲吃 别的我不怎么吃 这是不好的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尽合五 不要太过 否则可能就对你身体会有不太好的这种影响了 在多种多样的养生宝典中 食疗 泡脚 饮用药酒 都是许多人的法宝或者绝招 然而物极必反 这些养生手段 如果我们不去科学的运用 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 那么针对五花八门的养生手段 我们应该怎样甄别适合自己身体的方法呢 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合理养生呢 另外一个误区 生病的这种忌口 可能呢 大家也经常常见了 说看看中医大夫 你看这大夫 开完方法会告诉你 你应该记点什么 比如说告诉你 不要吃一些辣的生冷的 你不要吃一些发污啊等等 这个忌口可能有些人都知道了 我大夫不跟病人说 病人可能也要问一下 但有一个现象挺有意思 有些人认为呢 说生病的时候呢 他不能不能吃东西 是不是病后就要使劲地去补一补 尤其是儿童 现在我们都知道 这个孩子都是宝贝啊 那就说不仅父母带着 有的时候爷爷 奶奶 姥姥 姥爷 共同关注这个小孩 那个小孩啊 有些感冒发烧 说感冒发烧的时候 不怎么吃东西 那么感冒发烧好了以后呢 你看吧 各种食怎么样都上来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发烧这几天啊 吃不了东西啊 营养怎么样 不足了 就怕影响这小孩发育了 说赶紧给补一补吧 你看看又是肉了 又是炖鸡汤了 然后小孩要点 吃点炸的什么东西 马上就给他 实际上这里就有问题了 《黄帝内经》当中啊 就提出来这么一个问题 叫做什么呀 病热少欲 食肉则负 多食则宜 刺其禁忍 什么意思呀 说你发烧的病人 感冒的病人呀 刚刚好了一点 因为病的时候 胃气是虚 不想吃 等这个病稍稍好了一点呢 胃气刚刚地恢复的时候 你这时候又是肉 又是吃了很多 就怕营养跟不上 使得那刚刚恢复的胃气呀 胃气就指我们的那个脾胃之气呀 还能消化吗 消化不了 这些食物在胃里 是不是又变成了邪气了 难以消化之物吗 又跟原来没有完全去除的那个邪气 就裹结在一起了 所以导致了 有的小孩是怎么样呢 感冒发烧好了一点 结果一吃了些东西 又重新发烧了 有的那是怎么样呢 是这个感冒发烧 老也受不了尾 老也好不了 千言难遇 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个什么呀 都是一个生病以后没有很好的忌口 所以我说感冒发烧 刚好以后或在发病期间 要多吃点这种什么呀 但是不要过吃油腻的 而且要注意一个少食多餐 可以多次的吃 但是每次吃的不要太多 这一点我也请各位家长给予注意 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足域泡脚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常用的 这么一种养生的方法 泡脚的好处呢 我想呢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尤其是呢 有些朋友呢 在泡脚的时候 再加一些什么爱叶呀 什么红花呀 来让它活过血 去去寒 实际上对于我们养生 确实是有好处 但是泡脚足域也是要注意 饥饿的时候 不要去泡脚了 因为你一泡脚呢 足部的血管怎么样呢 就扩张了 血液可能就涌向足部 容易引起人的滴血糖 造成什么呢 头晕呀 眼花呀 甚至还有的造成滴血糖休息 那么在饱餐以后 刚刚吃饱了 吃饱了你就去泡脚好不好啊 我想也不是特别好啊 因为什么呢 刚吃饱了以后 我们的气血都在消化器官长了 是不是 帮助消化呢 你一泡脚 血液涌向什么呀 足部 消化器官的这个 这个血还足吗 就不足了 所以会影响这种消化 另外呢 有些用药来泡脚 也是要注意 你像那种阳盛之人呀 像那种阴虚阳亢的人呀 这个时候 如果你用一些温热药 搁在这个水里 一起来泡脚 那么可能 不会使你很好的养生 可能会加重你的病情 另外泡脚呢 这个水的温度 不是越高越好 一般来讲 我们说38度到45度 其实就可以了 时间也不要太长 有人一泡泡很长时间 一般来讲 15分钟 20分钟 实际上这个时候 也就可以了 因为时间太长啊 可能一方面 是对你的皮肤 会有损伤 另一方面呢 时间太长 可以很容易造成人的 这种感觉 乏力 心慌 尤其是 尤其有些老人 气血本来就不足 泡脚时间太长 很容易造成脑部供血不足 所以呢 我们说 泡脚也要 适度为一 最后我再说一下啊 这个 要酒 其实对于这个酒啊 《黄帝内经》当中 早就提过 专门有一篇 叫速问汤叶烙理论 这里啊 实际上汤叶烙理 一般来讲 就认为指的是酒 但是他提到一个什么呀 以为贝尔 也就是说 古人造酒 不是像咱们现在 吃饭就喝酒 他不是 他是把它作为一种药物 来用它 以为贝尔 说是不用的时候啊 你可以不用它 也就是酒 实际上是一种药物 所以酒就有一个什么作用啊 有一个活血 通落 去医 散寒 发散 就有那么作用 有人说呢 一喝完它以后呢 心情怎么样呢 振奋 可以疏干礼气 可以宣情 倡议 那么酒跟药 再结合起来呢 你想想啊 酒本身就一个 通经活络 发散的作用 把药再加进来 是不是它使得 你泡的这个药 它的作用就更强了 可以借着这个酒劲 发散到 带到我们全身各个部分了 所以药和酒配合起来 可以发挥药的这种功效 另外呢 药泡到酒里 怎么样呢 药物的溶解度也增加了 我们现在讲 是不是它的有效成分 也吸出的比较多呀 所以你再喝这个酒 怎么样呢 那个药力也会增强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么一点 药效增加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药物有毒性 是不是有毒的那个成分 也溶解进来了 所以喝药就一定要注意 真正的有毒的那个药物 你泡进来 可能毒性也大增 也容易中毒 你再想想啊 这药喝完了以后 是不是肠胃的血管就扩张了 一扩张以后 很容易吸收你那个药 药力发挥的时间 速度都增加了 所以喝药酒 一定要深重 所以这一点也请大家注意 我在这里呢 也不建议 大家自行制作这种药酒 这个时候 真想弄点药酒 应该是请专业大夫给予指导 或者到一些正规的这个公司 去购买一些药酒 另外我在这里说呢 实际上也不是说 倡导大家去喝酒 说这个酒有多好 不是 我们说什么人饮酒 饮多少酒 饮什么样的酒 这些实际上是有抢究的 因为物极必反 过量的酒 对人体造成的危害 也是往往不可挽回的 我刚才点了几个 就是一些养生的一些误区 这一点呢 也希望大家给予充分的重视 呼吸是我们人体最寻常 最频繁的动作 也是我们身体最基础的 新陈代谢 可就是平时看似寻常的呼吸 却是我们保养 自身肺部健康的重要途径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利用呼吸 进行肺脏的养生呢 那么说到这儿也有人问了 说你谈了一些这些误区 那么真正的养生 这些方法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我说呀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实际上养生已经有很多了 有什么慢跑了 什么爬爬山了 有人放放风筝了 钓钓鱼了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养生光了 今天都不带谈了 我先讲点一些 稍微的有点特殊的 那讲点什么呢 有个成语 叫做什么呢 土固纳心 土固纳心就是推出旧的嘛 纳进新鲜的嘛 实际上土固纳心本身就指我们呼吸嘛 说呼吸你看啊 吐出那种浊气 纳进什么呀 纳进新鲜的空气 实际上我讲 土固纳心本身就是一种养生方法 这种什么养生方法呀 就是我们利用呼吸来进行养生的一个方法 一谈到呼吸 大家可能也知道 《皇帝内经》当中也说了 肺主气撕呼吸呀 那肺有什么作用啊 肺是脏腑之滑钙呀 它在最上头啊 所以它功能被调节以后 它能很好地把这些精微物质 若无露之钙一样 把它散布到我们全身 那肺还一功能肺炒百卖嘛 是不是 所以如果是你通过调节呼吸 调节好了肺 怎么样 对我们全身恶格脏腑 还就有很大的好处 你说是不是 那么调节呼吸 对于我们养生 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除此之外 我们到底怎么去呼吸 对五方六腑有好处呢 也有人进行了一个总结 进行了一个归纳 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呼吸 你也可以对我们的各个脏腑 分别有好处 在2003年 国家体育总级 推出了一种六字绝的健身法 这个六字绝的健身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呼吸 用呼吸来养生的一个方法 这个六字绝的健身法呀 实际上就是由古代著名的一家陶红颈提出来的 他在养性延命录当中就说的 说 这段话什么意思呀 说我们吸气 这是一 那么吸气以后呢 我们出气 这出气有六种方式可以出气 而你出气的时候比较慢 所以它叫做一种长吸之法 你通过这个六字的发音 把这气给吐出去 对于我们养生就有帮助了 所以在这个明代的寿式保园 它就有一个总结 它说这个六个字啊 对于我们人体有很大的好处了 分别对着六个脏腑 你看它这个发音实际上是我们的唇 齿 舌 喉 这之间的不同的作用 不同的用力 古人就认为呀 它对调动我们人体气血的运行 就有影响 从而可以归属五脏六腑 从而可以调节我们脏腑的气血 当然我说啊 这个六字绝这个东西啊 你不要把它就当成一个治病的一个方法 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辅助治病的这么一个方法 所以我也跟大家说 如果说是身体各个脏腑 有点小毛病的 或者其实你没毛病 利用利用这种呼吸的这种方法 对人体养生也是有帮助的 在中医看来 人的身体之中布满了经络和穴位 每个穴位又与我们的五脏六腑相关联 那么我们如何利用穴位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呢 请继续收看 生活处处有中医 我在这里来说一下 穴位的按摩法 穴位呢我们都知道了 穴位是在我们的经脉上啊 这个经脉在人体的作用 皇帝内经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皇帝内经当中就说了 说经脉着 所以能绝四生处百病 调须一时不可不通 可想而知啊 这个经脉作用有多大 而且又提到 叫做什么呢 五脏之道皆处于精髓 这精髓就是指经脉啊 也就是五脏跟精脉又有什么呀 一个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种方法 说治疗疾病 可以用针刺穴位 艾灸穴位 按摩穴位 这都是通过精脉 通过穴位来调节脏腹的气血 有些穴位呀 通过按摩呀 可以治疗很多的疾病 那么今天在这里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 针酒常用的这么一个歌诀 也可以叫做四肿穴歌 这个呢实际上是出自在 明代的这个针酒学家 徐凤编著的针酒大全当中 他这歌诀是这么说的 杜甫三里流 腰背尾中求 头像寻猎雀 面口和骨收 这个四肿穴歌 涉及到的穴位叫四肿穴 第一个 杜甫三里流 这个三里指的就是我们足三里 在哪儿啊 就是在我们膝盖外侧 膝盖的下方有一凹楦吗 这凹楦是什么呀 叫外膝眼 外膝眼直下 三寸 这三寸怎么量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夫法啊 这是三寸 那就是靠近骨 这一点 这就是足三里学 这个足三里学 属于阳明未经的学位 它能干什么呢 肚腐三里流吗 也就是说我们肚子呀怎么样呢 长满 不舒服 有的还腹瀉 有的还有怎么呢 额腻 有的还有点什么 这个呕吐 实际上可以通过足三里 进行调解 第二个学位 腰背尾中求 尾中啊 实际上是哪个学位啊 是足太阳膀胱经的学位 所以尾中这个学位啊 又称作果重 又称作什么呢 西重 在哪呢 在我们的腿的后边果窝当中 说果窝啊 有一个果横纹 这果红纹的正中下 这就是谁啊 这就是尾中学 那么呢 腰背尾中求 也就是说我们腰啊 腰疼啊 腰酸啊 背不舒服啊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到哪个学位呢 可以考虑到尾中这个学位 实际上啊 我们现在的人 很多有腰背不舒服的 尤其是有些人坐姿 不正 还有些人呢怎么样 长期在电脑看那个电脑屏 也不动 这样导致的 可能腰背怎么样呢 很多有不舒服的 还有的造成什么呢 腰肌 老损 这里边有这么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痛点比较明确 说一个什么姿势怎么样了 疼得就不敢动了 特别的疼 而且阴天下雨变天的时候啊 疼痛就会加重 有些人就疼得非常的难受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什么呀 是由于肾气不足 有点酸疼酸疼的 隐隐作疼 你一问他痛点在哪 他又说不上来 反正就整个的腰不太舒服 我们讲前者呢 偏于一种什么呢 实性的这种腰痛 后者呢 偏于一种什么呀 虚性的这种腰痛 对于虚性的这种腰痛呢 我们说利用什么呢 按摩也好啊 针刺也好啊 像些腰疏啊 肾疏啊 用这些方法 官员呀 实际上有的 就可以给解决解决 那么对于这种 实性的腰痛 尤其有些急性的 尿手上等等 可能就可以用一些 尾中的这个穴位 有人说尾中的一个穴位 怎么用啊 一种方法呢 我们说用两个拇指 实际上可以按压 这个尾中这个穴位 那就压下去以后 再松开 这实际上可以称为是一次 你连坐十次到二十次 就可以 还有一种方法呢 你可以手怎么样呢 搓热以后 抚摸尾中穴 也是可以的 第三个穴位 是猎穴 叫头像寻猎穴 这个猎穴穴呀 是守太阴费劲的穴位 又是属于八脉交汇穴之一 它跟任脉是有联系的 那么具体部位在哪呢 实际上很好找 也就是在我们脑侧的净凸 就在这儿 有一个简便曲线的方法 就是两个弧口怎么样呢 相对 食指间所点的净凸前的凹旋处 就是裂缺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叫头像曲裂缺 也就是说 我们头部的病变 和我们颈部的病变 实际上可以柔按列缺血 你像什么头晕了 什么头疼了 偏头疼了 什么颈椎病了 实际上可以考虑考虑裂缺 另外裂缺呢 是守太阴费劲的学位 我们知道费是主谁呀 费是主表嘛 所以当有些外感的一些病人 其实也可以柔按列缺血 因为它也是这种宣肺礼器 书封截表 只可平喘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血位 第四个血就是河骨 在哪呢 在大指持骨之间 实际上也就是指我们的拇指 跟食指之间 它实际上呢 是第二个掌骨脑侧的终点 是在这个地方 有两种简便取血方法 一种取血方法是什么呢 是这个手的拇指的指节 指纹着 对着这个手的虎口 手拇指间所指的地 就是合股 还有一种简便取血方法呢 就是拇指病笼 最高点就是河骨 我们讲面口河骨收 指的是什么呀 我们头面部的一些病变 和我们口腔的 牙齿的一些病变 可以按压这个河骨穴 像我们说头面的 什么木齿肿痛了 什么这个鼻塞流涕了 鼻子堵了 我们那个牙疼啊 还有人出现什么呢 这个三叉神经痛了 这个口眼摸鞋呀 实际上可以按压这个河骨穴 河骨穴呢 它是属于这个手摇明大肠的 它是具有一种清热解毒 活血通落 具有这样的作用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镇静止痛 这样的作用 那么另外我在这里 要特别提出一下 因为这河骨穴呀 它有通筋活络的 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有些孕妇同志 你要注意 才是少按这个河骨穴 以免发生这种危险 发生意外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整个的长寿篇呢 也就说完了 实际上呢 我们说长寿篇 我们总的原则 就是强调一个 发于阴阳 可以数数 一方面要注意 遵循自然规律 另一方面 要调和地运用 各种养生方法 要适合自己的 那么以人适合自己的方法 为最好的这种方法 实际上 我们在这里 一再要提出 要坚持健康的这种生活习惯 要保持良好的这种心境 这样才能做到 真正的发于阴阳 何于数数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